Lin正搞出來的故宮細狗事件 不肯諮詢被群起鬧爆 同時亦都反映前英高官能力有限 只會執行 不會決策 所以英國佬留下的政務官 大陸佬以為真正 現在用完之後發現完全中招 曾鈺成是讀數學出身 數學的人始終是說一些邏輯推理 林鄭月娥這個人是非常之有問題 她的故宮細狗竟然把她當是一件 偷偷摸摸 鬼鬼祟祟 不肯諮詢 說一旦諮詢會遭到反對 遭到反對令中央尷尬 你明知道一件事 如果推出來諮詢 是會受到市民反對的 而市民反對是會令中央尷尬 那為何你還要暗渡陳倉呢 雖之太陽之下就無秘密 如果一桶出來漏了 現在就搞到這樣 所以這完全證實到 我多年來說一件事 就是英治時代培養的AO的政務官 是一些執行者的意味 他們不是決策人 西方將他們羅馬帝國的管治智慧 帶來一些遠東的社會 然後是私用的 但是想法和決策仍然是英國人 他們來到香港只是選擇一些 他們認為單屎不偷食 沒有想像力 最終有沒有想像力 你也不想你家裡的菲傭有想像力 因為他沒有資格 所以英國佬留下的政務官 就大陸佬以為真正 因為彭定康說他們是世界第一流的管治隊伍 那現在呢 用完之後就發現完全中招了 今次三個前政務官 一個前大法官 都是英國佬奶水餵養大 二十年之後 你連曾玉成一個自己培養的人 都不敢放入閘 選來選去都是選英國佬 排泄留下的一些所謂的精英 而這些精英彭定康走的時候 是一個都不會帶走的 所以老老實實 我們身為評論人 我真的希望林鄭叫我做 因為她一做了就會很激烈 和很激烈 反而你找那個MIT讀書 那個真是好像有些個性的曾俊華做 我驚風平浪靜 我們沒得搞 我這些人是人不為己天誅地烈 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事 我這個申報利益 所以我絕對絕對 希望我不是支持 林鄭月娥會做得成的